老婆 看我把谁带过来了 妈来了 来了 你这不快生了吗 我过来伺候你院子 妈 你真好 咱爸呢 咱爸身体不好 路途操劳 我就没让他过来 你明知道咱爸身体不好 你还让他自己在家呀 妈 你先回屋收拾行李 哎呀 咱爸现在身体也不好 他在农村也住习惯了 就让他在老家待着吧 那谁来照顾他呢 不是还有我姐吗 我们俩都商量好了 咱爸咱妈一家管一个 咱爸呢 身体不好 只会给咱添麻烦 我就没选 咱妈呀 还能干得动 我就把他给接过来 给你扫月子 还能给咱呀 照顾两年孩子 你说的这是人话吗 咱妈身体好 在你眼里他就是你的保姆 咱爸身体不好 在你眼里他就是个累赘 你知道什么叫做少时夫妻老来伴吗 爸妈不能分开 爸不是年纪大了吗 说不定哪一天躺在床上就不能动了 我这又刚失业 还没找到新工作 哪有钱去同时照顾他们俩呀 钱钱钱 你眼里就只有钱吗 爸妈辛苦把你养大不容易 咱有没有钱 不都得为他们尽孝吗 暂时的困难算什么呀 我都不怕你怕什么 再说了 父母养我们小 我们就应该养他们老 这是做人最基本的道理 我跟你说啊 我现在大着肚子呢 你别再气着我了 老婆你别生气 我现在就去把咱爸接过来